那今天就和大家来看一下因素12的实物吧 手上这个配色是大白纱配色 然后它的鞋盒是这样的 上面标了一个大大的12 货号是ABAU019-6 发售价是799 鞋盒内和上一代一样 附有一个塑料防尘袋 这次的鞋型其实真的就非常的跑鞋 甚至和自家的这个JB2非常的类似 然后在鞋后跟上应有一个CJ麦克勒姆的个人logo 没错 CJ系列在三代之后就完结了 而CJ本人将会重新代言回因素系列 重量拿上手感觉控制的还不错 应该是在370克左右 我们来称一下 这是43码的 373克 鞋面是这种非常透的纱线编织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手 然后它的鞋舌也非常的薄 整体结构和11代非常类似 上面做了三个这种大的开口 所以这透气性码真的是肉眼可见 中底配置官方还没有公布 但是就我到手来看 和上一代没有太大的区别 依旧是前后掌内嵌的泵 透过这个注胶孔也可以看到 然后加上全掌的Lice Phone Plus框架 然后整双鞋我觉得最有意思的点 就是它的TPU抗扭系统 大家能看到的这些外露的深灰色部分 就是它的抗扭片 它的覆盖面积足足超过了四分之三掌 是一块大大的产型 几乎就是从后跟外侧直接贯穿到前掌 并且内侧还有上翻支撑 上脚后的滚动感真的非常明显 丝毫不亚于现在目前的一些碳板跑鞋 不过由于它内侧的支撑结构 这次做的比较硬挺 而且存在感比较明显 所以对于扁平足的朋友 个人建议试穿后再做选择